這段影片看到在193年 郭家俊是駕拉里的 他們的報道說婆婆也算是 但現在叫婆婆好像不是那麼好 撞到女士 網友說不顧而慮 我們看看 警方回覆傳媒說 星期一夜晚8時46分 接獲了名字 自稱34歲的姓郭男士報案 或星期日下午5時7時在紅磡尾線 遇到女士 男士說該女士沒有傷 遲行離去 案件列作交通意外報告 交由九龍 和西九龍總區交通部意外調查隊跟進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意外中如果涉及有人受傷 司機會合理設施可行的範圍內 盡快 而在任何情況 不得遲於24小時 親自去負人警署報案 任何人違規就是犯罪 現在無論如何 是不是犯罪 不一定 郭嘉俊說他當時看到女子跌倒後 即時下車道歉 也問他有沒有受傷 需要不需要報警 需要不需要送院 對方說沒事 不需要報警 不需要送院 於是他上車離開 事後向警方避案 他說 駕駛的時候的確存在 不當的地方 但網上咳頭咳尾的片段 和有關他不故意的報道 都是不實指控 他說 目前時經交流 警方和律師處理暫時不會影響太多 老實說 你工作人物就是這樣 我們唐人 是最聰明的 說 做就很聰明 一直都是 因為我們華人的性格 你看香港那些官員都是 最喜歡的 說了就當做了 你看看什麼王毅 全部都是 叫你屌你了 你做完才講都可以吧 做完不講都可以 人們會知道 做完出來不講 人們不知道 為何會這麼威風 屌你這麼威風 做什麼事呢 好了 但是是這樣的 但是總之 屌你了 對人就極言 對己就極寬 剛剛和我們 聖人教的事的 剛剛是相反的 三省不申 懂得你 當然別人錯啦 難道我錯嗎 能否否他屌老闆 要我OT 神經病 你給我我一定要做的 你還對 當然了 當然了 當然別人興 難道我欺 好了 這件事 我免得再播出大家 comigo 他有些不適合,因為他開車一定是不適合的, 但看清楚,其實那個女人真的很冷靠, 人家在渡車,你在後面過馬路,他又不是看別人的渡車, 是看那邊有沒有車來,於是他一個時間是大家停不了, 他看到他停,193便退, 誰知道他等你走,他又走,便踩到他,便跌倒了, 老實說,雖然他只抓你,我不知道,他的經驗真的不夠, 你給我這種環境,有一個人在,我是不敢動的, 等他先走了, 甚至乎他再不動,我心想,阿姐,你怎樣, 我用確保他,他到底想走,還是怎樣, 尤其是他看著那邊,我不是看著你,我幾帶都不動, 阿姐看這邊是不是正常? 他看這邊是正常,他沒有越過越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那條路是這樣轉的, 他的車是擺到的, 他唯有退後,便這樣轉, 阿姐看這邊是正常的, 但是,都是不夠醒目, 那個阿姐又不夠醒目, 但郭嘉進就更加不夠醒目, 為什麼我說阿姐不夠醒目呢? 他看這邊是對的, 但正如我所說,我從來過馬路, 一定是完全看著他, 我教兒子也是這樣說的, 你怎麼知道有沒有看著那條路, 易線行車,此其一, 但是責任呢, 你沒有辦法, 他正常這樣看, 但是你退車, 你退車的時候, 你看到有人這樣看著他, 不動, 因為他停在, 你幾帶都不動, 真是敵不動, 甚至乎響他, 甚至乎下車, 但這些是沒有禮貌, 就說, 喂阿姐,怎麼這樣啊, 叫你老母, 都不能這樣, 不是啊, 你起碼不會, 不然, 就先讓他走, 你不能, 其實就等於我們, 只會出門口而已, 一開門, 前面有一條女兒, 他這樣, 阿姐站那麼近, 他也看不到你的車, 阿姐也不知道你左手的車, 因為, 當我那條馬路, 他是看右邊, 因為左邊他是倒車, 是呀, 他是倒車來的, 阿姐是不知道的, 阿啤是在說的, 通常說話就算, 那些車這邊來, 你也會稍微看著那些車, 你幾帶的, 通常我們那條馬路, 正常來說, 看完這邊, 是, 你不會很小心, 因為, 那條車是這樣來的, 那條沒有車就過了, 但是, 你真的不妨, 因為實在泰能多, 中溫雞了, 但是, 你呀, 193, 就真的不夠經驗, 其實沒得動了, 真是你問我, 好了, 不要説人, 他是狠狗, 他不顧疑那些, 是不存在的, 他是有下車, 是有問過阿姐, 阿姐說沒事, 那你想他怎樣? 問題就是, 沒有事, 你要24小時去避案, 你不避案就很笨不齊, 你不避案呢, 老實說, 現在阿姐說沒事, 她一避案就, 嘔你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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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嘔你一避案, 可能他上了新聞那一刻, 可能他不知道, 他真的沒有避意, 是直接上了新聞, 有人發了一段影片出來, 他才在避意, 再去已經是, 好了, 天水圍, 又發生這些事, 一個物理治療師, 23歲, 物理治療師, 他為一個68歲的男病人, 秋譚期間, 秋譚為何是物理治療師做的? 不知道, 懷疑被非禮, 向上司報告, 16號, 懷疑被非禮, 19號才決定報警上司,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搞幾天, 這麼有趣, 開會嗎? 16號被人報告, 被人非禮, 隨即向上司報告, 那是否上司決定不到, 報警不報警? 第二,他要報警, 再問上司批准, 應該是這樣, 如果不是, 真的沒有理由, 但我真的問, 問題是這些刑事事件, 為什麼還要問上司, 為什麼要等幾天呢? 我覺得很奇怪, 好了, 警方及後在病房, 拘捕一名68歲的男子, 據了解, 女士主, 懷疑被人非禮在空部, 其實這些都很尷尬, 你說拘捕, 有時候那個女生, 應該是, 都不敢肯定拘捕, 有時候, 可能阿叔, 之前, 看見他, 人車在做事, 架底, 自己有架底? 沒有, 他就是這樣, 阿叔, 那些是這樣的, 是, 阿叔, 嗯, 嗯, 六十八歲了, 我覺得是這樣的, 我們年輕人都經常這樣想, 不斷地這樣想, 不過你不敢做, 你不肯老, 六十八歲都不肯膽, 你說如果給我八兜東西, 我真的會來的, 吵你, 夠你, 好了, 綠振中這件事, 其實, 這個是, 我都不會懷疑的, 正如我之前所說, 我覺得這個, 被非禮的女警, 真的很奇怪, 辯方盤問她的警, 被告陸振中, 四十三歲, 大家記得他被人告, 有非禮, 有襲擊, 其他人受傷, 那個死狗樣, 等等, 他樣子非常小, 真的很多人像陳彤斌, 好像陳彤斌, 辯方, 律師繼續問她, 她說, 女士主要X, 講到二零二年七月出席犯局的時候, 出席犯局是被非禮之後, 非禮是六月的, 被告陸振中, 案發的時候是沙頭國分區指揮官, 是他們當出席犯局那邊的, 被告陸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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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察蔡文浩, 賴文賢, 和女士主要X都有出席, 蔡文浩和賴文賢, 這兩位人兄, 都是當日在六月的時候, 陸振中把X, 拉進廁所三次非禮的時候, 他們沒有出席犯局, 我上次說過, 唯一沒有出席犯局的原因就是, 他們覺得他們是一對, 即使陸sir是有老婆的, 或者是有警棍的, 覺得他們是一對, 曖昧的, 才會不出席, 如果不是, 當時也會發聲, 非禮的, 即是他們三個真的很想要打扭街, 真的很想要打扭街, 如果本身這麼想打扭街, 等於這樣, 我們一班同事, 如果明知那女生, 是不喜歡那個老闆, 而老闆是想要追求她的, 但是去到抓她進廁所, 第一次, 突然看到她這樣, 叫她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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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 叫她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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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口供就是說, 喂, 因為她醉了, 要開車, 撞到他們, 撞到自己, 撞到人, 也是很嚴重的, 她的口供是這麼嚴重的, 但你給我的圖畫更加覺得, 我有一位朋友 甚至乎我的兒子 有這麼大了 去開車 喂 不要啦 不要啦 是那個人 不要開得瘋狂的 多過 你覺得自己是警察 他雖然這樣說 為什麼呢 他說 他身為警察 木島被告將會做錯事 必須上前制止 如果你是身為警察 木島被告 做錯事 做制止 那為什麼你三次被人非禮 是很明顯做錯事 你不想制止 這件事很有奇妙 我認為他這個邏輯 陸鎮中肯定是很可憐 但是這個旅境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的而是 昨天看 今天我不說了 說那個律師 辯方律師問他 喂 他非禮幾次 為什麼你還載他 還載他車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要向我上司 我可以拒絕嗎 然後律師就笑 可能我不知道 可能是那些 於是連法官 他就投訴 揭司抵禮 連法官都叫辯方律師 你注意一下 喂 老實說 讓我都笑了 非禮完 你讓你一條想 你陷你一條狠 還要坐車 你又說你有條小孩 昨天 律師當然會繼續把事情 因為現在其實就是要告非禮和襲擊 還說到廁所 辯方再問殘廁非禮事件 X突然變得很激動 什麼叫刨孝呢 嘩 什麼叫刨孝呢 嘩 什麼叫刨孝呢 他說 為什麼你經常說橙子 我不想你再說 我知道 你想我不指證他 你敢精神弱待我 我告訴你 你以為你這樣 我告訴你 這些演員 叫做over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想把自己 那個受害者 那個加大 那個印象 但反而是over了 那為什麼他把受害者加大 他明明是受害者 他那個潛意識 為什麼要把這件事加大 除非他其實不是受害者 我真的不知道 這件事呢 我們說說這個最好 我真的在數一數 原來我真的不太懂得香港的秘义 內地大眾點評 好厲害 大眾點評 我們偉大祖國的 不用經常聽米芝蓮 你們法國人 這個司法國人 真的很有工具 我真的不太懂 他都不太懂 那些人去排隊去吃 明明不好吃 好像深水泡 甭的民記車仔麵 我不會說不好吃 只是普通食物 但不就是米芝蓮 那些人去排隊 多厲害 你說什麼 好了 他今年公佈了 2024年必吃榜 港澳和海外上榜的 食肆名單 都有的 名單有232間 大眾點評 200多間 收了多少錢啊 你 肯定收了多少錢啊 賣廣告啦 九成九啦 好了 來自13個城市 當中香港有39間 去年多了三間 是海外 即是中國外以外 最多入圍的地方 我們曾經 起碼都叫美食之都 我覺得都合理的 應有之義 好了 今年的頒獎禮 也都在香港搞 楊潤鴻很開心 多謝大眾點評在香港舉行這頒獎禮 他說大眾點評一直透過推介本地景點餐廳 令到內地旅遊的遊客 來香港的遊客更加認識香港 他說很高興香港是最多上網餐廳的非內地城市 覺得很驕傲 又認為展現了香港美食的多元化 展現了香港無處不旅遊之餘 也是無處不美食 如果我們是無處不旅遊 如果我們是無處不美食 竟然搞到 做你的酒店要求救命 尤其酒店的暴飛 做你的就半價 做你的房間 做你的都多 hurts 有什麼吃的東西 幫ares了吃杯麵 做你的政府更加無能 如果你你來的旅遊 推廣布 旅遊發展局 全部完美都死了 無處不旅遊 無處不美食 Tell me 有什麼玩法 海洋公園 丢尼洛摩西 迪士尼 喂 其實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海洋公園 你不要那麼混亂 那時候你喜歡不喜歡好 聖志民搞的時候真的有聲有色 起碼那些什麼Hollorain 有些不知什麼 蘭桂坊也有色有色 現在幹什麼 弄完我還沒KTV 你真的有告訴我 我來香港看電影 以前是 真的 那些什麼三子肉蒲團 套程屬時尖 套州戴個鞭 喂 就下來看 或者這個奇蹟列車 權公民大陸不能播 喂 你現在自己也不敢播 看電影沒有了 行商場沒有玩 你自己也不夠人臉 那些東西會不會便宜一點 又不見得 正貨一點 喂 你還在次全正貨 或者終於有一天 那些 認證機構 都會進步 人家很明顯 這幾年 疫情之後就進步了很多 好啊 有什麼玩 就說旅遊 人家不來是有道理的 好嗎 喂 喂 我們也沒辦法 別再說 別再說 剛才說 現在還可以播放那些 內地未必上映到的電影 外地未必看得到的書 一國兩制 香港實行 不實行社會主義 我們是神資本主義 如有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變 屌你老母 如果書籤開賣 上面的禁書 都不同 大堆人下來 喂 你也不需要挑戰到 屌你老母 其實根本就不太行 應該 喂 好像阿靖那本獨立 當然不能買 為什麼獨立不能買 其實我都不是說港獨 屌你老母 只是說世界各地 即是殖民地的獨立史 你又不想是 你自己 不要說什麼是自我審查 無處不急鋪 屌你老母 下來逛街 廟街 夜紛紛 你真是混蛋 不是我說 我的網友說 都沒有去亞羅街 屌你老母 11點多 我們要去亞羅街 屌你老母 爆到 屌你老母 屌你那些人 走都走不到 肩魔骨擊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走過馬拉班 屌你老母 見到那姐 女兒的主音 拿著一張紙 唱給你 唱給你 我屌你老母 寫這片 我身中的宇宙 我們來自香港人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往碳 bility 懲冬 5元 19pflicht 只想靠二島 屌你 dessa bill 兩個 Quem大聲點 ağ 都不這個 不可以 真的 因為說你非法籌錢 運你十個月 你無法晉獲 無處不夠 好了,香港選了39間,我看看我和你吃過多少間 十三伊佐敦你有沒有吃過? 有 是甚麼來的? 十三伊吃麵 好的,有沒有靜止筆給我? 阿靖有一,吃甚麼麵? 好久以前,普通的東西,人們很喜歡寫在旺角那時候 阿靖有一,我還未有,十三伊,有吃過嗎? 有 我也有 沙爹王銅鑼灣,我也有吃過沙爹王,我也有吃過沙爹王,十多年前吃過 我覺得沙爹王在這些連鎖上便算不錯 金牌燒鵝灣仔 有 我也有 華嫂冰室觀塘 華嫂冰室吃過,但觀塘 那你有了,我沒有 定食多呀,尖沙咀 沒有 沒有 有空喝茶,太子 在哪裏 沒有 正狗青湯腩,有 有 我也有 正狗 泰面在灣仔 沒有 鼎記茶檔在大坑 有 我也有 有很多年 家樂餐廳的泉灣,冰廳,我有 有 我有,反而 新興食家兼利地成 應該沒有,我也沒有 華姐青湯腩 有 普通 和牛會火鍋館尖沙咀 有 你有,我沒有 沒有 益食尚腩味煲仔飯 哪裏 佐敦 沒有 尖沙記佐敦 有 有 有 華粒芙大班燒味 灣仔 有 這麼多地方都吃的 現在好吃 街街甜品 有 好吃 差不多 最好的 魚記小鵝大飯店 深井 沒有 我有 鐵日東軒 佐敦 有 正 啊 Fiatta Pizza 中環 吃Pizza 沒有 沒有 戒館 上環 沒有 有 深圳記點心王 有 我也有 很棒 深圳記 墨文記面家 有 有 Mashe Lo Mashe 灣仔 不知道什麼 小鵝大王 深水埔 有 一定有 英記面家西營盤 沒有 楚亡天候 沒有 Pika Pika上環 有 有 生記作品專家 有 一定有 彭慶記 彭馬地 沒有 達通 達食店 油馬地 有 反而我沒有 通達也經常出名 不過好像 很久沒有吃 六福賽館西貢 沒有 明記飯店 灣仔 明記 真的不知道 這些名字 可能有吃過都忘記 這裏我明記還怎樣 我明記是否 鵝頸橋 不知道 鵝頸橋 有 鵝頸橋 姓香源 中環 有 牛魔王 清湯攬架 專門店 灣仔 牛魔王沒有 隨便燒烤麻辣雞煲 佐敦 沒有 這個隨 隨便沒有 李强記不割雞蛋仔 有 有 18座狗仔粉 全灣 有 我沒有 我不肯吃的 他常常說 我到現在都教不清楚你是哪裏 18座 藍田的那裏 還是吹嘴 1 2 3 你很高分 你有23間 39間 變成23間 不過他不代表他好吃 我吃過16間 其實我沒什麼好說 有什麼叫澳美食那些浪費氣 總而言之你繼續在這裏做 都是那一句 你還是要變的 你既然變不變得通 再見